这节课就给大家来讲一下 在我们的一个时间序列的数据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型叫做人员模型 这个模型首先说一下它的应用 比如说我现在拿到了一批股票数据 我就想根据一个股票 它的一些历史的一些增长情况 这不就是一个时间序列吗 然后去预测一下它未来的一个趋势 或者说我现在拿到了一个城市 它当前就是它的一个降雨量 就是按天津统计的 然后我想预测一下 接下来的一个月 它的一个降水量会是什么样 这个预测氧模型就可以帮助我们 去建立这样一个回归 还有这样一个分析的模型 首先就是在咱们具体的讲 这个预测氧模型之前 现在大家来说一个东西 叫做平稳性 平稳性是什么意思 咱们拿到的数据 可能就是千奇百怪的 就是长相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要做一个预测 比如说你今天 你想去预测一个股价 明天你想预测一个降水量 那这些东西 是不是得有规律可循 你才能进行一个预测 本身如果说这个东西 它就是随机出来的 一点规律都没有 那你还能建立一个模型 预测出来这个东西了吗 那就很难了吧 所以说 首先在我进行预测的时候 我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 我现在拿到的这个样本 也就是咱们一个时间序列数据 它必须是有这样一个惯性的 什么叫做惯性呢 就是说 惯性大家应该都理解 就是比如说跑步 然后我突然停 我停不下来 可能再往前跑一点 那这个惯性 是为了能够让咱们预测出来一个值 就是说 比如说 我现在拿到了一个一年的数据 然后我想预测接来一个月的数据 那是不是接来这一个月 要跟这一年的一个走势 是类似的 我才能进行预测 所以说 这又要求了一下 咱们数据它的内部 是有这样一个平稳性的 必须是一个有平稳性的数据 咱们才能进行一个预测 那如果说这个数据一开始 比如说在2016年 它的分布是一种分布模型 2017年的时候 它分布立马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分模型了 那这个时候 你还能够去把2017年预测出来了吗 就不能了吧 因为你要预测的时候 还是用这个2016年那个分布 去往2017年套吧 但是呢 如果说2017年 它就不满足这个平稳性的分布了 所以说 你就没办法去做这样一个事了吧 那咱们的一个平稳性要求什么 平稳性要求我们的一个时间序列 底边的一个数据 它的一个均值 比如说咱们现在考虑的一些是 股票的一个增长情况 它的一个均值 还有一个方差 我们让它不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 并不是说 它的一个均值和方差就不能发生变化 只要它没发生太明显的变化 我们就说 当前这个时间序列数据 是满足咱们的一个平稳性的一个要求的 这个也是咱们的一个前提 我们在建立很多模型的时候 都要求 它必须是呈现出一个平稳性 我们才能进行一个建模的操作的 那关于这个平稳性 在我们这个RAM 这个RAM模型当中 它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严平稳 一个叫做弱平稳 严平稳 它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当前这个时间序列 它的一个分布 它是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比如说 我现在就拿出来一个非常 就是一个正态分布 比如说这样一个百造成的数据 那对于一个正态分布来说 无论它的怎么变化 它的一个期望都是零 方差都是一吧 它的一个变化是不随 就是它的一个分布情况 是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那么我们管 就是说 这种分布是不变的一种数据 叫做一个严平稳 但是这个严平稳 是不是说的有些太绝对了 我们来想 就是一个数据 就是随着时间的改变 正常情况下 它都会或多或少发生一个变化吧 让它分布保持不变 这个东西很难 所以说 在我们实际当中 一般哪位数据 都是这样一个弱平稳 什么叫弱平稳呢 弱平稳就是说 要保持我的一个期望 和相关系数是不变的 比如说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有涨有跌 那它就是 它不可能总涨也不可能总低吧 我让它的一个期望 才是保持不变的 然后呢 它的一个相关系数 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要预测 一个明天的降水量 那你明天的降水量 是不是跟我今天有关 那我今天是不是跟昨天有关 所以说 我这样一个依赖关系 也不能变 你不能明天的降水量 你说你明天的降水量 跟我今天 跟我前一天 跟我前面所有值 都没有关系 那我还能预测了吗 我就预测不出来了吧 所以说 要保持着 咱们这样一个数据 它之间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系数 是最好保持不变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 我们未来时刻的一个T 比如说XT的值 要依赖于它过去的信息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这样一个依赖性吧 既然它需要依赖之前的信息 我们最好就是说 让这个数据保持相关系数 小范围的浮动是我们允许的 但是呢 这个期望和相关系数 不能发生太大的变化 这个我们就管它叫做一个弱平稳 其实在我们的一个实际当中 拿到的数据 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弱平稳的 你说一个严平稳的数据 在一个真实的数据级上 我觉得是不太容易发生的 因为这个东西做的太绝对了 分布都不变 那这个事简直有点太容易了 大部分数据还都是这样一个弱平稳数据 就是说期望相关系数保持不变的 那这点咱们要来看一个东西 就是说 现在当我拿到一个数据之后 这个数据可能浮动的特别特别大 那怎么样让我这个数据稍微变得稳定一些呢 就是说 咱们第一步是不是要保证一个什么事 要保证我的数据具有这样一个稳定性吧 所以说我让它的一个均值方差不发生这样一个明显的变化 那怎么去做这个事呢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一个差分法 差分法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现在拿出来一个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它都是 比如说这是T1 这是T2 这是一个T3 这是T4 这是T5 差分法什么意思 就是说现在我要算的就是不是它真实的数据 而是它的一个差异的值 比如说用T2-T1 然后T3-T2 T4-T3 T5-T4 用每一时刻就是差转那么一时刻 然后进行一个求差 把它的求差再拿出来 我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一阶的差分 就相当于是现在我把这样时间给它错开 时间错了之后呢 就是错开一个时间点 错开了一个时间点之后 我让它对应进行一个相减 就得到了一个差异嘛 用一个差分法 可是以使得我的一个数据啊 变得更平稳一些 在这块 咱们先给大家来举个例子 看一下这个差分法怎么去做 我们还是用Pandas帮我们去做这个东西 首先啊 就是先给大家来说一下 这块这块一会咱们再说吧 咱们先看吧 就是咱们先讲概念 讲概念的时候 我就不具体说这个数据了 假设说啊 现在你拿到的一个数据 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个数据啊 就是横轴啊 就表示着随着时间 05年到15年 这样10年的一个数据 然后这个10年数据当中啊 其实它是一个月一个月进行一个 就是这个05和07之间啊 其实它是有24个点的 就是说每一年啊 我们选择它的一个月份 当时一个点 这个纵轴呢 表示着就是 就是消费者 它的一个信心指数啊 这个数据反正就是描绘着是 随着时间的变化 这样一个消费者 他对商品的一个 对商家 这样一个信心的一个指数 变化的情况啊 咱们也不用管 什么是信心指数 只要把这个数据啊 拿过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数据我们来看啊 它的一个分布怎么样 分布变化差异 特别特别大吧 尤其是从这个值的差异上来说 那这样的一个数据 是不是跟我前面的说的 有些矛盾啊 它不符合咱们一个平稳性的要求吧 那怎么办呢 首先啊 我需要先对我的数据 做这样一个插分吧 做一辆插分 就是说 让我的一个时刻值 对应进行一个相减 做完插分之后啊 它就能呈现出来一种 能不能呈现出来一种 更平稳的趋势呢 现在我也不知道啊 咱们来一起来看一下 前面的代码 咱们一会儿再说 咱们现在说插分的地方 你要做插分很简单啊 就是说首先我用一个Pandas 把我的数据读进来啊 就是上面我是用Pandas 把咱们的数据读进来了 用Pandas读进来之后啊 然后我取到数据当中的 这个有数值的这个列 然后呢 直接啊 对它进行一个属性 就是del differ del differ里边啊 就是你可以传进来一个值 比如说 你要一个时间间隔的点啊 比如说现在 咱们这个 有1月份和2月份 那你用2月份去减1月份的 这是一个时间间隔 3月份减1月份的 那是两个时间间隔 在这里传个1啊 就是做这样一个时间 间隔 然后呢 一个时间间隔啊 我算这样一个差分值 算出来差分值啊 我再把它的数据啊 保存到我当前的一个 data frame当中 给它指定成一个新的列 这就是我的一个 一节差分吧 那我们想一下 一节差分之后 我们得到了什么 还是得到了一个 时间序列的一个数据了吧 那对于这个 一节差分完的数据 我能不能再对它 做一个差分呢 也是可以的吧 比如说这是我原数据 然后做完一个 一节差分 得到了右边这个数据 那我对右边的数据啊 来说它不还是一个时间区列吗 我对它还可以进行插分 在我一节的插分的基础上 再对它进行一个 一节的插分 那我就得到了一个 二节的插分 二节插分什么意思啊 不是说在原数据上 做两次 而是说在原数据上 第一次得到了一节插分 第二次呢 再在一节插分上 做插分 我就得到了二节插分 这样就可以把咱们的一个结果得到了 然后来看一下 这是我的一节插分吧 是在我原始数据上做了一次插分 然后呢 我们来看这二节插分 二节插分是在什么上 是在我一节插分得到值吧 这么来看 这是一节插分吧 在我一节插分得到值的基础上 又做了这样一个点 然后还是传接一个一 相当于还是一个时间的间隔 那现在我就得到了原数据 一节插分 还有二节插分 那下面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图 给它捕捞了出来 看一下我的一个数据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最上面的是咱们的一个原始数据吧 我们来看 它这个浮动啊 这差异是比较大的吧 然后下面呢 就是一个 对付一嘛 咱们的一节插分 一节插分就相当于来说 平稳了一些吧 二节插分呢 就更平稳了一些吧 也就是说啊 现在当我们拿到了一份数据之后啊 一个通常的做法就是 我要对我的数据啊 做这样一个插分 做插分呢 能够使得啊 我的数据就是 它的一个平稳性会更好一些 这也是啊 咱们的一个 呃 一个前提吧 因为咱们要做这个 额人马模型啊 必须得去啊 保持咱们的数据 是具有一个平稳性的 这是一个潜在的要求的 然后咱们接着来说啊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插分方法 其实呢 在这个额人马里面啊 就是它分了几步 第一步啊 要求的就是我们去做这样一个插分 一会儿呢 还为大家来去说一下 插分很简单 就是T和T减E时刻的一个插值啊 就得出来这样一个插分的数据 一节插分和二节插分啊 大家不要弄混啊 就是二节插分是在一节插分的基础上 又做了一次一节的插分 好嗎?